嘿嘿,現在是肉骨茶教學時間 好,首先來看看我煮的飯喔 這爛電飯鍋 啊,水好像不夠耶 拿一朵筷子,試一試 還多一下子應該就可以吃了 好,今天主要做的這道菜呢 叫做馬來西亞最有名的肉骨茶 然後因為我不會正統的煮法 所以我只能買肉骨茶包 然後呢,首先呢,煮肉骨茶包呢 需要兩顆大蒜 基本上是大顆的那種 因為我找不到,所以我用三顆小顆的代替 然後呢 我放了一些金針菇啊 豆芽菜啊 其實還有一堆 就是肉啦 其實煮這個主要是要用那個 排骨啊,瘦肉啊,或者是肥肉會比較好吃 可是,因為我呢 找不到菜市場在哪裡 所以我就將就買這種 所以我就將就買這種 哎呀,覺得吃就好 好 哇,很豐富喔 嗯,現在呢 我們就要把肉骨茶包打開 然後 把它丟進電飯鍋裡面 然後呢 叫什麼開 把茶包拿上來呢 然後呢 就要把它放進鍋子裡面去 好,對 好,對嗎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加所有配料丟下去嗎 好 首先是金針菇 金針菇 然後呢 是肉啦 金針菇 然後呢 是肉啦 基于时间关系,等下做好了,再拍给你看好不好 好,就这样 嘿嘿,现在啊,要当一个男人之后就辛苦 除了要赚钱养家之外 还要赚额外的钱,让老婆去花shopping 还要照顾孩子啊,拖地啊,煮饭 所以现在要成为一个好男人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呢,我建议你们还是 买本书看看 这本书呢,它会教你怎么做一个新好男人 它主要强调呢,男人要会五种东西 就是打扮自己啊,礼儀修养啊,家居的品位啊 然后厨艺啊,当然还包括调饮料啊 还有发型啊,哦 你们把它来看就知道了 酷男的异想世界 那个 美国电视台有播 好 看来呢,我的是要煮好啊 现在冒烟了,哇 太滚了哦 这个是我特制的酱料 因为我们喜欢吃重口味了 所以里面,我放了那个蒜头 还有酱油,是酱料 我要开动哦 我要开动哦